这个小男孩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 每天都在镇上送着报纸 这天 他来到一处诡异的教堂 却发现门外的报厢散落着一地报纸 报纸上头条赫然写着 当地疯人院发生暴动 男孩对此出于好奇 走到教堂门前 他按下门铃 屋内却没有回应 他俯身蹲下 透过眼孔 发现里面漆黑一片 正要打开相机拍摄 突然出现一双深邃的双眼 死死地盯着他 男孩想跑 相机却被屋内人死死地拽住 这时 门爸手动了起来 门被打开 出现一个怪异的老头 老头张开怀抱 欢迎男孩的到来 男孩见老头 像极了恐怖片里的大魔王 被吓得丢下相机 掉头跑掉 临走给老头留下句 你去死吧 大魔王 回到房间的老头 对男孩赐予的称号很是无奈 画面一转 教堂内 老头正在为死者家属做着祷告 而死者正是刚刚那个小男孩 悼念完毕 老头回到房间 却发现屋内一个姑娘 正当女孩要打开男孩的棺材 老头阻止了她 女孩告诉老头 她是来念试的 老头表示非常高兴 将她带进自己的办公室 女孩发现老头的办公室很是特别 里面堆放着大量的书籍 老头向她解释 这些书籍都是记载每个去见了上帝的客户生前的故事 女孩对这些故事很是好奇 她提出让老头讲一段黑暗扭曲的故事给她听 没想到老头欣然同意了 于是 老头开始了第一个故事 画面一转 一场派对中 小丽优雅地端着红酒杯来到洗手间 打开洗手间的开关时 手上却被沾上了黏糊糊的液体 她并没怎么在意 随后坐在了马桶盖上 一饮而尽后 从一旁垃圾桶内取出几个钱包 原来这个小丽是个职业的小偷 她凭着自己的美貌勾引那些富家少爷 趁其不备 偷走了他们的钱包 取出里面现金 塞进了自己的内衣 随后包里的大量证件被一起丢进了垃圾桶 小丽若无其事地站在镜子旁 一番梳洗后 正打算转身离开时 却察觉这面镜子的异常 原来这个镜子上有一副把手 小丽出于职业病 感觉镜子的背后似乎有什么秘密 她用力拉着把手 门却丝毫不动 好吧 拉不开就开始撬 门被撬开 却不小心划伤了手指 正当小丽处理伤口时 只听哐当一声 刚被撬开的门自动闭合了 小丽不甘心 拉起把手 却被门内的东西死死地拉了回去 僵持中 小丽依靠物理定律 门中被打开 她伸出脖子望向门内 黑漆潮湿的狭小空间里 居然藏着一个满身长有触手的怪物 却在拼命地撞击着门 想要出来 小丽用尽全身力气抵着门 片刻 门内的怪物消停下来 没了动静 小丽惊恐地呼喊着救命 却无人回应 她冷静下来 不敢发出一点响声 生怕惊扰了怪物 朝门外走去 眼看就要逃出这该死的地方 身上的怀表 却不经意间掉在了地上 她缓缓转身望向镜子 门被缓缓地打开 小丽掉头就跑 却为时已晚 怪物的触手 煞事朝她射去 瞬间将她的身体缠绕 小丽听定反抗 可一世无补 被触脚声声拖在了洞口处 由于洞口的狭小 无法装进小丽庞大的身躯 在怪物的蛮力下 小丽的身体 被拦腰结成两段 拉进了洞内 随后门被怪物一把合上 洗手间内瞬间安静下来 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 这时 洗手间的电灯开关上 出现一条触手 触手将开关打下 留下了黏糊糊的半透明液体 画面一转 老头讲完了第一个故事 然而女孩却对这个故事 没有丝毫兴趣 她觉得还不够刺激 老头则表示 把劳动合同签下来后 会继续给她讲 更加刺激的故事 女孩不以为意 签下了合同 随后 老头带着女孩 前往接待室 参观一番工作的地方 途中 女孩对走廊上挂着照片 产生了好奇 老头告诉她 照片上的这些人 都已经死了 这是他们生前的生活照 无意中她发现 照片上的那个人 不就是老头本人吗 难道老头已经死了 两人来到接待室 介绍完简单的工作后 女孩提出 让老头讲一个 更刺激的故事 老头欣然同意 于是 画面一转 一所大学内 年轻的教授 杰克 正在给他的女学生们 灌输着男女平等 和性自由的哲学理念 他振振有词地告诉女学生们 在这个世界上 男人和女人都有权 随时随地 与他们喜欢的任何人 发生羞羞关系 只要做好防护措施 女学生们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教授见这些女学生 都颇感兴趣 借此机会 向他们发放了 大量的保险套 随后发出邀约 今晚有个派对 女学生们欣然同意 这些女学生 哪知道 这个教授 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让他们参加派对 也是另有所图 画面一转 派对中 正在四处寻找 猎物的杰克 突然眼前一亮 发现了人群中的小美 两人一见钟情 默契相拥 随后来到宾馆 两人干柴遇见烈火 逐渐两人招式 变得异常凶猛 随后开始 噼里啪啦的骑马打仗 第二天 杰克醒来 却发现小美早已离开 原来这个小美 也是个海王 段位似乎比杰克高出许多 杰克发现 镜子上小美留下了电话 然而杰克身为渣男 对这种一夜情 有着独到的见解 原则上睡过的女孩 绝不会再睡第二次 事了服一去 身藏功于名 随后将电话抹去 然而杰克突然身体不适 跑进厕所呕吐后 发现自己的腹部 竟然长出一片红斑 他明白自己中招了 随后来到医院检查 医生不可思议 告诉他怀孕了 回到家中的杰克 吃过打开药 却毫无效果 肚子逐渐胀大 看样子马上就要临产 这时 他响起小美留下的电话 于是拨通电话 谎称要找小美继续玩 小美欣然同意 在得知了小美的家庭住址后 拿起车药室就往楼下冲去 哪知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们 正在楼下等着 要为他庆祝抗战的胜利 他们已把杰克封神 就在他们对杰克进行膜拜时 杰克的羊水突然爆裂 现场一片狼藉 杰克拿回车钥匙 飞速赶到小美家 这时 小美父亲发现了表情痛苦的杰克 在杰克告知是来得找小美后 小美父亲却是一脸无奈 来到屋内 小美母亲看到杰克的状态 瞬间明白了什么 随手将餐桌变成手术台 显然应对这种事 早已习以为常 这时小美走来 杰克质问小美对她做过什么 小美却是一脸淡然 她曾提醒过杰克 做好安全措施 然而杰克却为了自己的意识痛快 不顾一切向前冲 现在也算是自食其果 杰克懊悔不已 小美一脸不屑 转身拿起电话 拨给了另外一名追求者 这时 杰克的肚子已长到随时爆炸的程度 她突然问向小美父母 孩子要从哪里出生 然而小美母亲的回答令她绝望 当然是原路进出 随着杰克的连连惨叫 随后扑的一声 房间血光四射 孩子从杰克腹下钻出 然而杰克的下体爆裂 宿命于此 随后 小美母亲抱起婴儿来到房间 轻轻将熟睡的婴儿放下 正打算离开房间 却不小心踩到地上的玩具 产生了响声 随着整个房间 响起一群婴儿的哭闹 画面一转 老头讲完了第二个故事 一旁的女孩听完 告诉老头 这个故事确实精彩 但她觉得 老头应该还有更精彩的故事 老头不以为意 随后带着女孩来到停尸房 她告诉女孩 这里的每具尸体都有故事 随之掀开了遮布 是一具精致的女尸 女尸手指上的戒指 引起了女孩的兴趣 原来上面刻着至死不渝 随后 老头拿起戒子 开始了她的第三个故事 画面一转 老王本该有个幸福的家庭 夫妻两人彼此深爱 然而妻子却在几年前身患绝症 神志不清 幸福从此被打破 老王看着随时会被病魔 带走的妻子 心痛不已 这几年为了给妻子治病 所有积蓄早已耗尽 家里值钱的东西 被变卖的所剩无几 作为男人 他必须扛下这一切 哪怕生活捏他千百遍 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照顾着妻子 这天 医生来到家中 对他的妻子一番检查后 告诉老王 病情稳定 正在逐渐好转 然而具体能康复的时间 却是遥遥无期 老王为了给妻子治病 透支了所有的信用卡 贷款早已逾期 正面临着银行起诉 这个男人已经扛不住了 他放弃了对妻子的治疗 这天 他将大量的安眠药 搅拌到饭里喂给了妻子 他决定 让妻子在睡梦中 安乐死去 老王正沉浸在悲痛时 妻子肢体竟有了反应 他突然抓住了老王的手 老王懊悔不已 用力抱住妻子 生生地 把刚吃的东西挤了出来 老王本以为风波已过 哪曾想到 妻子一头栽倒在桌面 就在老王浮起时 发现妻子的头部已被桌面上的饰品 深深地插入 妻子倒在了血泊中 老王惊慌失措 随后打算将尸体放进箱子 抛入海中 哪曾想到箱子 无法装进妻子庞大的身躯 随后拿起电锯 将妻子分尸 塞进了箱子 趁着走廊无人 将箱子推进了电梯 这时邻居胖子突然赶到电梯前 用手拦住电梯 老王担心事情外露 不假思索按下关门键 伴随着胖子的一声弹叫 电梯开始下行 然而下行至中间 却被什么东西卡住 老王用尽力气 却无法掰开电梯的大门 他绝望地咆哮着 却引来了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见他满身是鞋 很是可疑 决定报警 随即转身离开 老王愤恨地咆哮着 转身却发现 妻子的鲜血已渗透出木箱 无论怎么擦拭 都无济于事 继续待在这里迟早被人发现 他决定 踩着箱子 从头顶上的排气孔逃出 然而用力过猛 不慎摔倒在血泊中 老王贪坐在地上 他绝望了 他愤恨地朝箱子望去 如果不是因为箱子中的女人 他也不会落得如此狼狈下场 他希望 从来都没有遇见过这个女人 随即将婚戒 从手指拔出 甩了出去 突然 箱子自动打开了 老王知道是妻子的埋怨 正要靠近时 电梯突然重新动了起来 急速下行 已然不知在第几层 老王透过玻璃 却看到了 与妻子曾经的幸福生活 是那么的甜美 老王回过身 看到了面目丑陋的妻子 妻子将婚戒 重新戴在了老王的手指上 两人深情拥吻在了一起 此刻 不管下一秒是地狱还是天堂 只要和最爱的人共度 我想一切都无所谓了 血色浪漫 也不过于此 画面一转 老头讲完了第三个故事 随即带着女孩来到焚化炉前 正要将光果推入时 突然被女孩阻止 原来女孩不是来应聘的 她是专程来找这个男孩 女孩告诉老头 听了你的几个故事 不如让我来给你讲一个 关于这个男孩生前的故事 于是画面一转 雷雨交加的夜晚 女孩来到房间 见男孩已经熟睡 于是来到厨房做起了宵夜 她是被请来的保姆 男孩的父母有失外处 这时 电视插播了一段紧急新闻 当地疯人怨因安保不当 里面的杀人魔趁机逃出 请市民注意自身安全 女孩清理完垃圾 回到屋内 屋内的灯光开始忽明忽暗 女孩显得有些害怕 她转过身发现 身后不知什么时候 站着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 女孩冲进厨房 男人却跟了上来 男人诚恳地寻求女孩的帮助 突然 家里的电话响起 是房子的女主人打来的 电话那边 入斥着保姆 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 杀人魔 逃出了疯人院 肢解了很多孩子 一定要锁好门窗 等她回家 这时 女孩猛然醒悟 她抓起男人的手 塞进了搅拌机 用力地搅动着 男人拔出手指 露出森森的白骨 男人忍着剧痛追上女孩 女孩不甘示弱 咬掉了男人的耳朵 一番惨烈的缠斗后 女孩倒在了男人的身前 男人戴上面具 将回到家中的男孩父母 统统坐掉 这一幕被男孩撞见 男孩受到惊吓 跑回房间躲了起来 男人追上 却发现房间空无一人 这时 女孩猛然从疼痛中醒了来 女孩不知哪来的勇气 她随手拿起钢筋 来到男孩的房间 两人怒目相对 随后一阵生死相杀 女孩将男人推下楼梯 男人重重摔倒在地面 战斗力全失 女孩随后操起电视 砸向了男人的头部 画面一转 附近的邻居 听见这里的打达声赶了过来 他们发现了被抱头的男人 正是男孩的保姆 而此时电视中正播报着 逃出风圆院的人 身份已确认 正是那个女孩 两人四处寻找着生还者 最后在厨房的烤箱内 发现已被烤焦的男孩尸体 画面一转 女孩说完了故事 老头恍然明白女孩的意图 但不解的是 女孩为什么要回来 女孩随机用行动 表明了她的来意 她拿出随身携带的匕首 朝男孩的尸体割去 原来女孩有个特别的爱好 收藏每个被害者的一颗牙齿 作为战利品 女孩担心老头泄露了秘密 拔出匕首 扎进了老头的身体 老头痛苦倒下 可就在女孩转身离开时 听见身后老头一阵狂笑 老头竟然毫发无伤地站了起来 女孩明白了这个老头不是人 他想逃 却始终逃不出这栋房子 无意来到图书馆 藏书从书架掉落 从书中走出地狱的冤魂 这些正是被他杀害的人 他们将女孩撕咬粉碎 女孩收藏的牙齿散落一地 随后那些冤魂 各自找回了自己的牙齿 画面一转 老头将女孩支离破碎的残肢 重新缝合 随后 他终于走出了教堂 感受着阳光 老头解脱了 女孩猛然醒来 从镜子中看到了恐怖的自己 女孩惊恐惨叫 可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他成为了这栋教堂的新主人 静候着下一个接班人 这部电影的镜头转化十分的流畅 电影以暗黑童话的画风展开 从一个小男孩引出故事 又到结束故事 其中会发现电影的内容和深度 原部仅仅只是一部简单的恐怖片而已 他把人性的多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善恶到头中有报 最后 剧情的反转非常精彩 谁能想到 一个单纯可爱的小姑娘 会是杀人魔 而一个身高八尺的壮汉 居然是保姆 这部电影我愿意打八分 因为这年头好看的恐怖电影 真的不多